老師 老師 教練一下 我們提到那個導電率 這個是什麼 我看 這邊怎麼消除掉 進行過濾維護 這個是怎麼消除掉 我們談到導電率 那古典的電子 我們先看底下幾個投影片 這裡有一個conclusion 這個電子這裡 我們有兩個理論 兩個mechanism去描述我們的conductivity 就是我電子在材料裡頭怎麼傳導 它的導電率怎麼 一個是我們叫做classical mechanism 那classical mechanism基本上是 based on this Drew model 那 Drew model說他假設我的電子都是 以一個平均的速度 最後以終極的平均的漂移速度 然後再傳導 那這個速度基本上是中等的 基本上是平均掉了 基本上是平均掉了 那它有一個終極的速度在材料裡頭 那我們接下來要談的這個叫做quantum mechanics 他說並不是所有的電子都可以傳導的 就是只有非常specific的電子 那這個specific的電子是 我這個電子在fermi level附近的電子 那在fermi level附近的電子 它能量是最高的 我們知道所謂的fermi energy是 我在0度k的時候 電子填的最高的能階 它的最高能量 所以我這個電子只有在很接近 fermi energy附近的電子 我有fermi energy的電子 就是它叫做fermi velocity的電子 它才能夠傳導 那這個速度快 但是可以參與的 可以參與傳導的電子數目少 這個平均的電子傳移的速度慢 但是它是所有的電子互相 怎麼樣 它一起去傳導的 所以它的數目多 然後速度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lassical的 出來的結果 基本上是這樣子 我們再review一下 這classical的結果就是說 ok 我的電子因為我的電場加速 我的電場加速 那我電場加速 我有一個加速度 但是我有阻力 那這個阻力是來自於impurity 我的vacancy 我的impurity 我的gram boundary 我的dissocation 是stakingfall 這晶體的缺陷來的 所以我最後會達到一個終極的速度 所以會達到一個終極的速度 那我的速度 基本上是終極速度 1-x potential 這個東西 那我把這一項的導數 這一項的導數 定義為我這所謂的relaxation time 就是我電子傳遞 那每一次碰撞的時間 平均的時間 那這個時間呢 跟我的velocity 這個叫做drip velocity 那這個velocity呢 跟我們待會會看到的就是 Fermi velocity Fermi velocity 我用一個v大f來表示 這個速度比Fermi velocity要小 所以你知道這個tau裡頭其實有蘊含著速度的因素在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帶進來 所以我這個tau基本上是正比於我這個drift velocity OK 我們知道 那我把它帶進來呢 基本上我的這個 electron current current density 就是z current density 其實是by definition 基本上是我lum of electron 那這個lum of electron 可以傳導的lum of electron 這個數目呢 基本上會比待會我們看到的classical的 我們會看到的quantum mechanism 那個可以傳導的電子數目要多 但是這裡呢 我的vf呢 是要比 待會我們看到quantum mechanism 出來的那個 那個Fermi velocity這個要小的 所以我的conductivity rho可以寫成這樣 所以我的rho換算出來會是等於這個 rho OK 這個跟我的可以傳導的電子數目有關 那可以參與傳導的電子數目有關 然後跟我們的relaxation time有關 那relaxation time又正比於我的drip velocity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 從quantum mechanism來看這個conductivity 那這個是我速度 這個是我在x方向 這個是我在y方向 那假設我的電場 我這邊加正電 這邊加正電 這邊加負電 我的電子呢 那個從quantum mechanics來看 並不是所有的電子都可以傳導 只有在Fermi level的電子 它會跑一點 OK 它才可以參與電子的傳導 所以我當我加一個電場 這邊加正電 這邊加負電呢 這個球會往這邊shift一點 OK 那只有在這個附近的電子 OK 我才可以 可以移動的 可以參與我的導電 可以參與我的導電 所以quantum mechanics說 我可以參與導電的電子 我最大的速度是 叫做Fermi velocity 那只有在這個valence electron 這是我架電子 就是外層的電子 外層的電子 我並不是所有的電子都可以 都可以參加導電 那因為我沒有電場的時候 我每個電子走的方向都不一樣 都random的 所以平均起來 它根本沒有電流 沒有電流 當沒有電場的時候 我這個電子其實是混亂的 移動的方向混亂的 所以我最後是沒有電流 當我加上電場之後 那電場呢 電場是往這方向 所以這邊是正的 這邊是負的 那我的整個球 往這邊shift 整個昏布 我的速度的昏布 速度 速度的昏布會往這邊shift 所以我某一部分的電子 會得到更多的速度 會得到更多的能量 得到速度 所以我有少部分的電子 我會得到速度 OK 所以我會得到速度 那這一邊裡面的電子 這裡面的電子 基本上是完全根本沒有改變 在這裡頭 只有在邊邊這裡的速度 電子才會參與 才會參與導電 才會參與導電 那在這個中間呢 叫做shaded area 這個電子還是不變 只有外圍這裡頭 它會參與導電 好 所以我們如果把它畫在這個能量圖上 畫在能量圖上 這是我們在前一張 我們畫的 在上一張我們畫的 我們在計算 我們在計算 我們的density of state 那計算這個Z Z1 我們在計算我們的Z1 Z1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 density of state 這是我的能態密度 那能態密度呢 我們說過 這是我的能量 那我的能態密度呢 Z1呢 基本上大概是像這樣子 這個是我的Z1呢 我的N1 我的能夠填的電子數目呢 基本上是我要兩倍的Z1 因為我一個能代呢 我一個能接 我可以填兩個電子 然後我要成理什麼 成理我的Fermi function 所以基本上 我在0度K的時候 我的Fermi function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我切掉 0度K at t等於0度K 那當我如果說 有溫度的時候呢 我這邊的電子呢 會留下來 會留下來 那這個軸呢 我叫做Me 這是我的電子的數目 Me 要是我們還記得的話 然後說真正會參與 導電的電子呢 在這裡 就是這個 這個底下的面積 就是這個底下的面積 就到這裡 這個底下的面積 OK 這個底下的面積 那這個是Me 這個是Me 所以這個底下的面積 就是在這個 這個血線底下的面積 OK 那這個是deltaE 這個deltaE 又是我的deltaE OK 那這一個是我的Me 所以我真正的 可以參與導電的電子呢 Only a little extra energy 這個deltaE 所以呢 is needed to raise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electrons from這個 Fermi level into slightly higher state 所以我只有一小部分的電子 這一部分的電子呢 會流過來這裡 我這一部分的電子呢 就是我這一部分的電子呢 會導電 那這會導電的電子呢 我叫做m' 因為我要有別於這個m 我叫做m' 這m'的電子呢 就在這一小部分的電子 我才可以參加導電 叫m' 好 好 我看喔 所以大家讀這個紅字 重點呢 我大概用紅字弄出來 Not all electrons have the same initial energy 那只有在這個附近 這個m'這個電子呢 我才可以導電的 那這一張給大家看過的就是 我的classical mechanism 跟我的quantum mechanism的考量 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最後結果呢 雖然公式不太一樣 但是算出來的數值會超不了太多 差不了太多 因為有一個是 我的velocity是大的 但是我可以參加導電的電子數目是少的 一個是我可以參加導電的電子數目是多的 但是我的平均速度是少的 是少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by definition也是這樣子的 從quantum mechanics來講 從quantum mechanics來講 我這個current density呢 基本上是m' 注意到m' ok m'是只有在fermi energy附近的電子 然後我的v 我這個是大f 我這個是什麼 fermi velocity 然後呢 我這個是電子1 這個是quantum mechanics 那我們的classical呢 基本上是n n什麼 我們看看前面的 你換到前面看看 nf 這是所有的電子 這個是在所有在valence band的電子 然後v小f 這個是drip velocity e ok 大家可以看出來這整個的不太一樣 這個和這個是不太一樣 好 那這個n呢 這個n' 基本上是nef 就是在fermi energy附近的 然後乘你deltae 大概就是這個 這個是deltae ok 這個寬度 那這個高度呢 就是n' n' 那它基本上積分這個底下面積 ok 所以呢 n'等於這個 你把它帶進來 帶進這個n' 帶進n' 所以我有vf大f1 然後這個 我要乘以deltae 這個就是我的n' 那這個deltae 我可以把它寫為 這個deltae呢 我可以把它寫為 這個e 對k為分 但是我乘以一個 有限量的deltae ok 這是我加電場之後 我的動量增加量 ok 這個是我 改變動量的時候 我的能量的變化率 ok 隨著能量 那這個基本上是什麼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group velocity ok 大家要是記得 這個 基本上 我的e and k 大家記得不記得 這個是我的k 就是我的e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記得 就是在bluenzone附近 這個地方是dk d e 就是等於velocity group velocity 電子傳移速度是頂的 在bluenzone那邊 在bluenzone那裡 ok 所以這個其實 的意義就是 所謂的group velocity 那是因為我這個deltae的變量 其實我可以寫為 我這個能量對它的微分 然後乘以一個有限的量 ok 這個基本上就是我的delta f 就是等於partial x partial f dl 完全是一樣的 ok 這個數學上 好 那因為這個微分 我可以用這個來 對它微分 所以這個對k微分 對k微分 這2過來消掉 沒有了 變成m普朗克常數平方乘以k 所以我把它帶進來這裡 把這個 這個呢 帶進來普朗克常數平方除以mk 就在下面 好 所以這個呢 變成這樣 但是普朗克常數呢 我如果把這個k 我如果把這個k 乘上一個普朗克常數 它就變成動量 有沒有 我把這個 乘以一個普朗克常數 我變成動量 但是我乘以一個普朗克常數 我這邊要除一個普朗克常數 其實這個可以消掉 這個可以消掉 ok 所以我把這個普朗克常數 跟它相乘變成p ok 那這裡呢 基本上我這個p是動量 那因為我只有什麼 在fermi velocity附近的電子 我才可以參與傳導 所以我這個p呢 我這個電子的動量其實是mvf ok m和m消掉 變成普朗克常數 乘以什麼 乘以f vf 所以把它帶進來 把這個vf呢 帶進來 那帶進來以後呢 這個vf跟 剛剛這裡有個vf 我變成平方 ok 這邊的vf呢 把它帶進來 就變成平方 大家要是看一下 所以我這邊呢 我這一項其實是變成普朗克常數乘以vf 普朗克常數乘以vf 所以我vf跟這個 一放在一起 就變成平方 我這裡還有個普朗克常數乘以data k ok 好了 所以我變成是這樣 我變成是這個的平方 那我這裡還有一個普朗克常數乘以k OK 普朗克常數乘以k 那這個k呢 就是因為我加電場之後 電場之後 我這整個得到的動量 在fermi energy附近的電子得到的動量 ok 所以得到的動量 在k space裡頭 所以 這是我的所受到的力 我的加速度 ok 這個是常數 我把它merge進來 就變成dp ok 所以這個變成是普朗克常數 dkdt 然後這是我的電場 這是我受到的力 這是我受到的力 最主要是要去 用這個dk 好 所以呢 我的delta k 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關係呢 我把dt移過來 dt移過來 dt移過來 我變成是這樣 變成是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delta k 其實就是等於這樣 ok delta k 好 那這個tau 這個tau呢 我就在 這個是每兩次碰撞的時間 delta t 那每兩次碰撞的時間 我把它叫做tau 這叫relaxation time 我電子一次 一個電子和一個電子 碰撞的時間 那這個電子 並不是所有的電子 而是在fermi velocity 具有fermi velocity的電子 ok 所以tau是一個time interval between two collisions ok 或者是我叫做relaxation time 你把它帶進來以後 就變成是這樣子的東西 ok 好 在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這個z跟e的關係 這整個就叫e 我的z的定義是 我的z的定義是sigmae 所以這所有的東西 你把e拿掉 所有東西叫做sigma 叫做我的tonductivity 好 跳出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 physical property 7 所以我們這個所有的東西 再加上這個tau 就是我們的conductivity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conductivity tau 這是我們的conductivity 那我們的Vf 我這Vf 就是在fermi velocity附近的電子 在fermi surface附近的電子 我才有傳導 所以我們把這個整個公式寫下來 我把Vf 其實是等於 現在回到上一個 現在回到上一個 其實我把這個 我把Vf留到後頭 為什麼要留到後頭呢 我們待會會看到Vf平方 然後我把其他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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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tau 這個叫e 這整個呢 其實就是所謂的sigma 這個Vf 那我們注意看 這個Vf 我們說 我的V 這個是Vx Vy 我還有一個Vz 那我這個球 我只有電子 在這一邊的電子 我才可以傳導 那這邊的速度呢 對這個電子的速度 它是往這方向 對這邊這個電子的速度呢 它往這方向 對這個電子的速度 它是往上 看到嗎 它是往上 它往上的電子數目少 因為我家的電場 這是正的 這是負的 我大部分的電子都往這邊跑 知道為什麼 往這方向的電子多 知道嗎 我都沒有畫好 往這個x方向的電子多 這個是最多 往這個方向的電子呢 少 那真正會貢獻到電流在 x方向的電流 因為我家的電場 是x方向的電場 這個其實x 我真正貢獻到這裡頭呢 是必須要跟 它投影過來的 我才真正貢獻到它電流 所以我把它投影 這個呢 我勉強寫為 寫為 這個投影過來 其實要給它積分 平均 我從-2π 因為我投影下來 這是一個cos 我就投影在x方向 這一段呢 才會貢獻到它的電流 因為我往y方向 y方向這個呢 它沒有貢獻到它電流 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是1x 所以我對這個積分 我要對這個v 這個vf呢 只有在vx等於vf cosθ 我才會貢獻我的電流 所以呢 vx呢 所以我對它積分 對它cos平方 因為這個平方 對cosθ的平方 我dθ呢 對它積分 那θ積分呢 是從-2π到-2π 因為我的cos 剛好一圈 cos 這個是0 2分之π 這個是2分之5π 但是因為我積了一圈之後呢 我這個θ呢 你要把它平均掉 π OK 把它平均掉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出來 OK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出來 我這裡呢 是從-2π g到1π 因為剛好一個軸起 對cos一個軸起 然後我剛好出一個π 平均掉 那積分出來呢 這個積分我們就沒有在積分了 然後vf是常數你 跟θ無關的 你把它提出來 把它提出來 就是積分這個cos平方 那cos平方呢 其實就是1分之1sin 2分之1θ 然後加這個東西 所以出來大概是這樣 我的z也是這樣 OK 我的z是這樣 OK 我投影 OK 然後呢 這個其他呢 就是變成是 所以這裡會多了一個2分之1 積分起來 等於是我們 我們考慮什麼東西呢 我們考慮只有在投影到 x方向的我才有參與導電力 知道我意思嗎 我只有投影到x方向的 所以我這裡會多了一個什麼 2分之1 2分之1是什麼 平均值 OK在x方向移動的電子 知道嗎 平均值 所以我這裡有2分之1 所以我這整個東西 這整個東西叫什麼呢 這整個東西出來 這叫sigma 所以我的sigma呢 是可以寫為在這裡 3分之1要2分之1 我可以寫為成這樣子 那這是我的sigma 我的tonductivity 這是從這個 quantum mechanics過來的 3分之1 那當然不是2分之1 3分之1 所以我們考慮我只有 如果我往x方向的電子 我才有貢獻到導電力 因為我是加x電廠 我的電廠是在x方向 我想知道 好 所以這個quantum mechanics quantum mechanical equation review顯示出 conductivity depend on什麼東西 depend on Fermi velocity 這個速度比我們原來的那個 這個速度 classical的dub 然後depend on什麼 在relaxation time 然後depend on population dens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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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把這所有的東西 給比較一下 兩個比較一下 所以這個是classical的mechanics mechanics 這是quantum mechanics quantum mechanics 那他們共有的都是跟 跟tau成正比 跟這個成正比 跟數目成正比 跟velocity其實也成正比 跟velocity 那第一個 again就是不是所有的free electron nf responsible for conduction 那dependent to a large extent of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electron 在near什麼 fermi surface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跟這個不太一樣 這是基本上的差異性 基本上的差異性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兩個考慮 我們的treatment 那基本上大部分呢 由這個classical 算出來導電力對一般金屬來講 這個是good enough 這個good enough 那這個呢 基本上只是蠻接近的 但是對於這些半導體的東西呢 這個大概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對於free electron 對於free electron 這是比較好的 好 那是二分之一嗎 我看喔 因為我 看喔 二分之pi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四分之一 我們來帶一下好了 我看喔 四分之一 sin 兩個被θ 對不對 加上二分之一θ 對不對 負二分之pi 二分之pi 這四分之一 sin 第一個是二分之pi 二分之pi 帶進來pi sin pi等多少 0 加上二分之二分之pi 對不對 減掉 sin 你 負pi 對不對 再加上 二分之負二分之pi 這個沒有了 這個沒有了 這變成四分之pi 加四分之pi 所以四分之一 加 四分之一乘以 四分之pi 加四分之pi 對不對 變多少 二分之pi đầu chi cost 449 8分之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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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概多少 3 8分之π 這個如果說是 這個如果是4的話 大概是2分之1 這如果是9的話是3分之1 所以 大概在2分之1 3分之1中間 是嗎 這多少 3除以8 0.375 多少 0.375 2分之1是0.5 3分之1是0.3 4分之1 大概在它中間 取個在它中間 所以嚴格上來講我們就寫8分之π 但是它取一個 課本寫有時候這裡寫2分之1 有時候寫那個 就在0.5跟0.3中間 好不好 嚴格上來講是8分之π OK 好 你說哪一個 4分之1沒有在課號外面 然後來我看看 OK You are right OK 所以這個沒有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4分之1是這個了吧 4分之1所以這個沒有了 所以這個沒有對不對 這變成2分之π是嗎 所以這個是2分之π 是嗎 這是2分之π 我看一下 2分之π 那為什麼會寫3分之1 我們回去check書上 然後你們去 好 我們回去check書上 然後你們去 那一個 哪一個 2分之1是什麼 2分之1是什麼 2分之1 我現在在計2圍對 然後它是球形的 2分之1 你說哪邊 對 這裡是球形的 我剛剛是計2圍的 如果是球形的話就3分之1 你們計看看我沒有計 我沒有計我是從課本copy過來 基本上 對啦 那是球形的 所以我們現在2分之π 2分之π是2圍的 3分之1 我沒有計這個我沒有計 OK 我沒有計我就是從那個copy過來 那這是一個球形的for me service 我們剛剛是一個2圍的 對 剛剛是一個2圍的 那基本上的concept大概是這樣子 基本上的concept 好 對於一個 我們的 這個是 這個圖我們在上一章講過了 這個圖我們在上一章講過了 greP 尤其是 所以我的能態密度 我的能態密度 你把它積起來 我在不同能量上 我的密度 其實 這邊最高 這邊最高 這邊是比較低的 然後它會慢慢這個比較密 然後這邊就比較鬆 這是我的Bang 這是我的EnergyBang 這是我如果用 我這個溶度 來表示我的Z 我這邊是最密 這邊比較鬆散 然後這邊比較那個 這邊比較淡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這邊 大概在這個附近我填了電子數目多 通常 單一電子的金屬像-金屬 或者Moralvalent Metal-金屬 它基本上電子大概填到這裡 Gate-free electron 它可以導電 它很多電子可以導電 這邊密度高 我大概Moralvalent Metal 我大概填到這個地方 一般我insulator insulator 我大概能量全填滿了 insulator就完全全填滿了 我在上面在可以導電的那個 我有個Gap很大了 我根本跳不過去 所以我的insulator大概會填到這裡 這是我的架電子 這是我的架電子 架電子的圖 我的架電子填… 我當然是這邊填最多 所以我的FORMI Energy 我要是填到這裡的時候 我可以導電的電子多 可以說我導電力好 知道嗎? 我這個NEF好 那我在填到這裡 我基本上全填滿了 全填滿了 我就回導體 那一個很重要叫做 Bivalent Metal 這樣像鎂 二架金屬 二架金屬嚴格上來講 這是我們前面談過的 二架金屬嚴格上來講 它填到這裡的時候 它應該要全填滿 但是它有高能階的怎麼樣 過來跟它overlap 所以我填到這裡 我這裡也沒有全填滿 所以你看這裡 你看上面這裡 Bivalent Metal On the other hand are distinguished by an overlapping of upper band and by small electron concentration near the bottom of the valence band ok 然後這electron會 這electron population near the surface 這個fermine energy 是small 就是這個 這一部分 small ok 它可以動電子 然後lead to comparatively low conductivity 所以一般來講 二架的金屬 像鎂 它的整個conductivity 會比鈍 會比碱金屬要小 ok 這個大概是一半 它那個band也有一半 那這裡頭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基本上是相當於 相當於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相當於這個位置 那bimeter 它基本上 這個是upperband 這upperband 所以它大概會填到這個地方 這是upperband的這個地方 所以它這裡寫EV 其實就來寫這個東西 這裡 就來彈 不對 就來彈這個 這裡 ok 要彈這裡 這是比較高的level 是這個 那這insulator insulator就是填到這裡 就全填滿 全填滿 那你們要知道 它可以填的這個密度 這邊比較低 然後慢慢這邊最高 population 這個density state最高 然後慢慢這個就比較爽 ok 所以你要畫它的密度 它應該是這樣 起來 這個起來 然後這樣下來 ok 好 那 對 那insulator insulator跟semiconductor 這個是insulator 那這個是semiconductor 它那個gap比較小 那insulator跟semiconductor 這個呢 have completely filled electron band 就這一個和這一個 ok 然後 which results in a virtually zero population density near the top of valence band ok valence band 然後這個conductivity in this material extremely small ok extremely small 所以呢 基本上 我們的classical classical classical 的 主物model 解釋這個解釋很好 ok 就是我有很大量 我可以傳導的電子 那這一部分跟 quantum mechanics 基本上算出來的數值差不了太多 那是主物velocity 主物velocity 沒辦法去解釋這些 非常導電力比較小的這些 在formin level附近 基本上沒有電子的 就主物velocity 就比較難解釋這些東西 ok 那這個在quantum mechanics 會做得比較好 ok 會做得比較好 所以主物velocity 一般來講就適用於金屬 適用於金屬 好 好 那前面談了一些理論 我現在談一些實際的 就是Marchiston rule 就是說 我的電阻率 電阻率 電阻率 電阻跟導電率 其實我們的關係前面看過了 前面看過 它其實有兩項貢獻 一個是sermo 那這個sermo 是因為我在加溫的時候 我的原子會震動 原子會震動 那我的電子傳過 我的電子經過 會震動的金隔 就是基本上是fono 那我會有電阻 會有電阻 會有電阻 另外一個是從我缺陷來的 impurity跟缺陷 那這個缺陷 這個大概就是一些雜質 那這個就是從dislocation grand boundary 這個地方來 ok 這兩個就缺陷 那我把它合起來 這個叫 這個resigual 就是殘留的 殘餘的 就是從晶體來 那這個呢 是 這個是 就是因為sermo 那這一項跟溫度無關 這項跟溫度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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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項呢 因為跟溫度有關 它跟溫度有關 那這是一個經驗公式 這一項呢 我要是加溫度之後 我從t1升到t2 這個是t1的電阻 這個是t2的電阻 那它的關係呢 可以用這個關係來表示這個溫度差 那乘上膨脹係數 再加1 就是說 我原來的電阻呢 就是膨脹係數加上我溫度的升高 就是我原來 就是我在t2的 對 就是我在t2的 那這是p1 metal 然後p1 metal裡頭 就是我沒有夾任何核金 p1 metal 所以呢 日本呢 有一個教授就是 這把鋁或是把金屬存化 希望能夠down到 希望能夠down到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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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冶金的方法 那不太容易了 因為我們知道 很多的雜質 從sermodynamics裡 尤其vacancy sermodynamics裡 vacancy是stable vacancy在 熱力學上是穩定的 它有一個平衡濃度 你去不掉它的 去不掉它 但是你可以藉由把vacancy 想辦法趕到 趕到你的材料的最外圍 ok 然後 你可以去除掉 但是很難去除 但是雜質可以 雜質 它可以把雜質還有缺陷 dislocation grand boundary 理論上 從熱力學上 是可以把它去除掉 可以把它去除掉 所以你可以長單筋 然後可以長dislocation free 所謂dislocation free 其實是 把dislocation也是一樣 趕到我的筋體的最上尾 最上端 然後切掉 切掉之後 你會長dislocation free 導電力會增加非常非常好 ok 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就是 empirical的一些例子 一些例子 這個是純金屬 我為什麼 好 這個是我有加雜質之後 這裡有一項是 這裡有一項這個是resigual 這一項是我 因為雜質我殘留的 我的缺陷 我的impurity 那你可以知道我要是純銅 我的雜質 我因為雜質這些缺陷會在這裡 我要是加合金下去以後 我這一項殘留的這一項馬上升高 馬上升高 馬上升高 ok 這是從impurity來 因為我的impurity level 從一個percent到三個percent 我這項殘留的這一項一定升高 你可以看出來 那這一項其實就是在我們前面的這個 就是我這個東西 ok 我這個東西 impurity level 好 這一項是因為金格震動的 那我們寫在這裡 thermal energy causes lattice atom to oscillate 它震動 About the equilibrium position 在他們平衡的位置 然後就increase什麼 incoherent skeleton of electron wave 那electron在晶體裡頭跑都是波 我們都說電子其實是波的二元性 好 那coherent 我們前面有談到coherent skeleton 跟incoherent skeleton 我想到了一個方法給你們講 你要是我們要回到前面 我們回到前面 我拜託你們 我眼鏡拿下來的時候那一段一定要剪掉 ok 因為我有朋友會download會看 不好看 來 這個incoherent skeleton 這一項它是我的電子傳輸跟我的完美金格去作用 那incoherent skeleton是imperfect 那coherent跟incoherent怎麼樣來了解 好 我借用你們的雙手 你們雙手我們要舉起來好不好 讓我舉起來 舉高一點 好 舉高一點 越高分數越好 OK 好 你們如果覺得 舉著 你們覺得這一堂課講得很好的 幫我拍手 來 再舉起來 那我這個上課也很辛苦 你們能不能給我一點愛的鼓勵 一起拍 這兩個拍法 前面那個叫incoherent知道嗎 不同步了 每個人拍 有的人拍得快 有的人拍得慢 那個叫incoherent 你後面拍的這個兩個同步在拍的是什麼 電子同時coherent 去跟你的atom去 去同條的去散射 所以這個就是coherent跟incoherent的不一樣 ok 你們每拍一次就是電子碰撞一次 知道我意思沒有 但是它在時間上 它不同步的去碰撞 好不好 incoherent就是基本上是同步的在碰撞 所以這兩個不太一樣的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回到前面 我們回到剛剛的地方 好 那它基本上呢 它的散射 基本上跟振動的原子去作用 散射 基本上是incoherent 所以它有電阻 它有電阻 因為我的熱震動 熱震動 基本上混亂 所以你的拍手 步調全部都是混亂 incoherent 所以你有電阻是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如果說你的拍手 它的碰撞 每次都是同步 都是一樣的碰撞 它基本上可以變成建設性干涉 它基本上電流同方向 同方向 所以基本上電阻會比較少 那這個019的zone is interpreted 它解釋 因為跟我的imperfection 晶體的imperfection impurity vacancy grain-bounded dissociation 互相作用 所以基本上 我如果雜質越多 我的這個019這個越高 019這個越高 但是這個因為我熱 因為我這個溫度 我因為我的熱過來的 基本上是不太變 ok 這一箱子不太變 血力不太變 但是我這個會變 好吧 那resistance跟我的heat treatment 如果說我把材料 我剛剛有說過 材料裡頭有dissocation 我有這個vacancy 有grain-bounded 那當我如果把它熱處理的話 close to milking temperature 熱處理 然後把它很快的quench到water裡頭來 那你覺得這個金屬會導電力好還是差 一到高溫很快的脆火下來 蛤? 差 因為vacancy的濃度太高 因為你把高溫的vacancy的平衡濃度怎麼樣 很高的vacancy濃度 quench 保留在你的室溫 一兩馬上就什麼 你電阻很高了 ok 但是你哪去退火 你把你的材料哪去退火 ok quench in vacancy 因為我有quench in vacancy quench in vacancy quench in vacancy 都被動住了vacancy 高溫保留了vacancy 所以你這個會高 你的電阻會高 但是你如果說aging 你擺在那邊一段時間 溫度夠高 足夠讓vacancy去擴散 ok 那vacancy會回到溫度比較低的平衡濃度 那我問你們 我問你們 你把vacancy quench住 所以vacancy的濃度高 你再拿到中等的溫度去退火 然後它vacancy的濃度會慢慢越變越少 對不對 因為它溫度比較低 知道我意思嗎 那其他的vacancy跑哪去 我多出來的vacancy要變少 那vacancy跑哪去 我很高溫 我平衡濃度高對不對 我quench下來 對不對 所以我在溫度比較低的地方 我vacancy的濃度高 然後我再拿到中等溫度去 退火回火 那我vacancy溶度會消失掉 對不對 那vacancy到哪去 對表面 對表面 到表面去了 ok 在退火之後 很多它會再結晶 會grand growth 晶力會變得比較大 dislocation會消失掉 ok staking work會消失掉 所以或者是用其他冶金的方法去處理我的metal ok 所以我的metal的resistance會變得比較好 就是日本的教授專門在做這些金屬存化 把缺陷消失掉 去除掉 然後導電力會變得超級好的 超級好的 好 這個是alloy 是合金 合金呢 就是我在比較吸塑的合金溶液裡頭 那銀呢 我摻 格 摻因 摻 這個錫 這個是t 那為什麼要摻這幾種元素 你們知道嗎 因為呢 這叫Linders rule Linders rule ok 這個是我摻合金的比例 摻合金的比例 所以你看 我的 這是我的電阻的增加量 這是我銀 純銀的電阻 這是我每增加一個atomic percent 我個人會增加這麼多 銀會增加這麼多 t會增加這麼多 還有什麼 錫會增加這麼多 t會增加這麼多 那隨著我雜質增加量 我這個會慢慢上升 會慢慢上升 ok 這個會慢慢上升 這個會慢慢上升 好 那為什麼加個 它上升速度比較慢 為什麼加音 它上升速度會越來越快 你們知道嗎 你們看周期表 你看周期表 這是銀 個住在它隔壁 這兩個原子的尺寸 差別比較小 我要用一個個去取代一個銀 我金格扭曲比較小 知道嗎 我這一邊和這邊的size的尺寸 這個尺寸 越增加越大 所以我要用這個東西去取代一個銀 我要擠進去的strength比較大 ok 在這裡頭有strength effect 這個斜律呢 這斜律基本上是跟我的strength是有關係的 知道嗎 我金格的strength是有關係的 我這邊的strength越大 ok 你要把一個大原子要塞進去 銀的lattease裡頭 我這邊的lattease distortion會比較大 ok lattease distortion會比較大 同樣的這個叫linder's rule 這跟架數也有關 不僅是跟它的strength有關係 不僅是跟它的lattease的strength有關係 就是我的lattease parameter 差越大的 lattease parameter差越大的 它電阻增加率越大 知道嗎 不僅僅是這樣 它還跟它的架數有關係 這個叫linder's rule 因為這個和這個差一架 這個差兩架 這個差三架 這個差四架 知道嗎 這個叫linder's rule ok 好不好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規則 你知道嗎 這叫Northernham's rule Northernham's rule 就是基本上我們談合金 我在很稀薄溶液的合金裡頭 所謂很稀的溶液裡頭 就是說 我有 我在A裡頭有非常少量的B 或者是B裡頭有非常少量的A 那在這兩端 A和B 在這兩端我的電阻 我的電阻率 基本上在這邊是線性的 我在這邊也是線性 我這邊我可以寫為 我這邊基本上我可以寫為 這兩端我都可以寫為 我的rho總共的rho total 其實是XA rhoA加上XB rhoB 那這個都是pure 純的 純A或B之電阻率 兩端 那在中間呢 基本上兩個會互相作用 而且這個作用不是線性的 而是一個灰線性的 所以它變成是這樣 所以這裡頭會加上我的一個叫做 C XA XB 那這個C叫做interaction constant 那這個呢 就使得它是一個抛物線 抛物線 一般理想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是假設我A和B是完全混亂的混合 混亂的混合 那在一個特殊的材料裡頭呢 一個叫做銅金 銅金 銅是一個銅是FCC金屬 銅也是FCC金屬 所以當我去混合它 它完全是random混合的時候 基本上就follow這個規則 它是灰線性的interaction 但是到了某一個特定比例的時候 一個叫做銅三金 銅三金 我金的比例是75% 銅是25%的時候 它會形成特別的有序的項目 有序 這個銅是一個小鬼 在這個角度上 它們會定是一種一種一種的 有馬場的 這個中一個 現在有馬場的 就是銅像的 這麵像是四種一種的 這個就是銅像的 是銅像的 銅可以填這裡 金也可以填這裡 銅可以填這裡 金也可以填這裡 它是 它是 都可以填 但是當到某一定的比例的時候 某一個溫度之下 銅告訴金說 金啊 你通通去填角落好了 我要來助面心 一個面心一方總共有四個原子 角落有八個 對不對 但是平均來講只有一顆 知道我意思嗎 銅有一天來告訴金說 OK 我不喜歡跟你混在一起了 一邊一國 你到角落去 那我就住在面心 所以面心總共幾個原子 三個原子了 金全部住到角落 角落只有一個原子 雖然它有八個位置 它其實只有一個原子 知道我意思嗎 平均來講一個原子 那這個電阻會特別 因為它有序 它變得特別有序的時候 它就會drop下來 它會drop下來 然後繼續再加加加加加 它丟掉了有序的 它只要我金的量一增加以後 它丟掉有序的 它又回來了這個規則 OK 直到有一天 金也慢慢壯大了 金也慢慢壯大了 金變成50% 金告訴銅說 我現在50% 我這個角落不夠住 你有一個面心給我吧 這個面心給他 就是前後那個面心 前後那個面心 金說 OK 銅你現在比較少了 我角落不夠住了 這個面心我要 後面那個面心我要 其他還是你的 所以這個面心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加起來一顆 所以金兩顆銅也是左右 這個面心和上下的面心它還是兩個 所以變成 它又變成old phase又下來 金慢慢增加慢慢增加 它又回到原來這個規則 最後回到線性的 這個就是一般合金的 就叫Notherham's law Notherham's law 就是這個公式 它是一個 C 是一個材料的interaction constant 好不好 那你會看到這個掉下來 這個會形成所謂的 第二個項 這是有序項 或是叫做second phase OK second phase 好 另外一個叫做Kondo effect Kondo effect Kondo的中文翻成什麼 什麼疼呢 我忘掉了 這是日本人 在某一些 某一些銅合金裡頭 它有一點點鐵 有一點點磁性的 有一點點磁性的 它在很低溫的時候 很低溫的時候 很低溫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minimum 然後在某些地方 然後又起來 它會有個minimum 電阻會有個minimum 這通常在低溫物理裡頭 為什麼要低溫物理呢 因為低溫物理的 看低溫的導電力其實在超導 超導它有非常特殊的導電力 它的電阻力可能會變成0 導電力會變成很大 所以很多低溫物理人很喜歡看在低溫的時候 我們在超低溫的時候 我的物質的材料的導電力是多 那通常呢 這個通常都是一個直線這樣下來 隨著溫度下來 下來但是它這裡會有一個上來的一個趨勢 所以有一個minimum的地方 這叫Kondo effect Kondo effect 這個不正常的現象 anomaly is due to additional scattering electron by magnetic moment 跟它的磁 moment 因為它有spin up,spin down 它跟它磁跟鐵 尤其這個效應就是跟鐵會有關係 跟磁會有關係 超導的特性 奇怪的特性也是跟什麼 跟磁會有關係 可以超導的那些 就是我的電阻力會特別低的 也跟這個磁都有關係 那磁就是我們彈完光以後 我們電彈完就彈 這個金屬彈完我們會彈半導體 半導體彈完會彈光學 光學以後之後會磁學 那磁學就會彈到這個東西 會彈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叫 這個是偏離這個Madison 這個 deviation from Madison這個 rule 這個叫condo effect 因為它直接下來 然後它會反正上去有個minimum 叫condo effect 那這個是基本上我的電磁跟 跟我的磁跟那個鐵 最主要是有鐵 那鐵為什麼有磁呢? 我們會提到鐵跟銅都是 銅 銅基本上不太算是過度金屬的 銅是過度金屬的尾巴 銅和鑫呢 基本上是低軌域全填滿的 那材料會有磁的效應 通常你的低軌域要接近半填滿最好 在過度金屬裡頭 我們會先談一下 過度金屬裡頭 鐵呢 鐵的原子序多少 二十六 二十幾是吧 二十幾 那滴軌域填幾個 鐵的滴軌域 三滴 滴軌域 應該六個 蒙是半填滿 鐵域六個 鐵、骨、鎳 鐵、骨、鎳 鐵、骨、鎳這三個大概是磁性 鐵的磁性當然是比較好的 鐵和骨 鎳是弱磁的 鎳都是弱磁的 那它這個跟它電子的spin up、spin down 有關係 它的磁性 那因為我的電子傳導跟它電子的什麼 這些磁的moment去作用 會產生這些特殊的效應 那這到我們談到磁的時候我們再來談 那銅呢 銅基本上是 銅基本上是 3滴已經死了 4s1 這銅 鐵是六個 鐵是六個 然後鋳呢 鋳就是幾乎全填滿 鋳幾乎全填滿 這鋳 那它表現出來 這個都沒有磁性 就只有這三個 會有磁性 那蒙呢 蒙是一個很特別的 蒙呢 就吸池半導體 談到的時候再跟你們講 好 好 超導體 shimper conductivity 那基本上這個電子能隨著溫度 隨著溫度下降 電子能力會降 那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金屬 金屬會隨著溫度下降 溫度下降 我的導電力會變 導電力會變 好 因為最主要是它Sermal那一部分 OK 震動熱震動那一部分變改善了 知道我意思嗎 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我們剛剛談的這個電阻率 這個Row其實有兩項 一個Sermal 一個是Impurity Impurity 這一項因為我的金隔熱震動 所以當我溫度下降這一段 這一項會變小 知道我意思嗎 這一段會變小 所以你看隨著溫度 隨著溫度降低 我的電阻力是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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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Condor effect 對純銅的話 純銅的話它會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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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會到一個Label 會到一個Label 這個Label也是跟它Impurity有關係的 它不會完全變成0 它不是超導 它變很小 但是如果說它會磁平 但是如果說我有磁性的材料 它會這樣又翹起來 知道嗎 我會翹起來 對銅 還有我要是我的雜質裡頭有鐵的話 它會翹起來 它會翹起來 因為它跟磁有關 所以一般來講金屬的導電力 會隨著溫度下降而下降 是因為我原子震動會被動住 它不太會震動 所以我從奢膜貢獻來 那一部分會變小 也就是說我的電阻會變小 但是我的導電力會變好 但我們談到半導體的時候 相反的 半導體的導電 它靠兩個東西 一個電子一個電動 它會導電 它必須要把電子從架帶到哪裡 跳到傳導帶 所以它有兩個carrier 一個是電子一個電動 電子和電動 它是隨溫度增加而增加 因為為什麼 溫度增加我可以promote 在架帶的電子到哪裡 到傳導帶去 所以我的半導體的電阻力怎麼樣 導電力是隨溫度增高而變好 知道嗎 我溫度越低 我導電力越差 但是我的電阻什麼 越高 知道嗎 所以你從量 在低溫的話 你量那個材料怎麼判定 那個材料是半導體還是導體 在低溫的時候 你看看它的電阻力會隨著溫度 降低的話是金屬 隨溫度升高的話是什麼 半導體 知道嗎 因為它導電的carrier是不同的 知道我意思沒有 好不好 它在低溫的behavior是不一樣的 導體 它的電阻力是隨溫度下降而下降 那半導體是隨溫度下降而升高 知道嗎 因為它excite election跟holt pair的機率會變小 OK 那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的超導體 它有些超導體 它到某一個零界溫度的時候 突然掉下來 變成零 超導體 完全沒有任何阻礦 完全沒有任何電阻 OK 沒有任何損耗 那有的材料呢 pure metal是掉下來 OK 有的合金呢 它是這樣慢慢下來 一個緩慢下來 一個陶瓷 或者是這個金屬 它有一段 這個喘息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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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段也很短 0.1度k 它不是這樣 很小的掉下來 而是慢慢掉下來 超導體 超導體就是這個叫tc 這個叫critical temperature 這叫喘息性temperature 或叫critical temperature 這個tc 那我們有說有不同材料 它的tc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金屬 基本上tonstant 這純金屬 要純金屬 你有雜質的話 它有殘留的 所以你看純金屬這裡 這裡有0.01度k tonstant很低 tonstant非常低 這個是水銀 水銀是很有名的超導體 4度k 它是很有名的 然後這個有機的 流化物的 那這個是niobium niobium在高溫超導裡頭 在超導體裡頭它是9度 9度 這是17度 然後由氧化物開始出來的時候 這個是YBCO 92度 那這個是 吳 這個吳是 吳茂坤 以前我們 材料中心 材料中心的主任 他又是在中央研究院所長 現在去東華大學當校長 吳茂坤 朱呢 朱金吳 現在在香港科技大學當校長 香港科技大學當校長 那其他 這個是一個化石代的 化石代的超導體 出來它很轟動 就是YBCO YBCO 以被同氧 你看它這個1 2 3 它的化學劑量是Y是1 被是2 這個3 氧是7 但是這裡X就表示什麼 它缺氧 缺一點點氧 有氧的vacancy 那這個為什麼那麼高呢 這叫1 2 3 1 2 3 superconductor 這叫1 2 3 superconductor 知道嗎 這很有名的 那這個出來就開啟了 1980幾年 87年 開啟了這個非常熱門的研究 就對超導體 非常熱門研究 所以你看 後來一系列的 大家push 就是oxide氧化物超導體 一系列的push到最高溫度 這100多度k 那為什麼叫高溫超導體呢 你知道液態氮的溫度是多少嗎 通常你要到4度k 研究超導體的物理行為 你要用液態氦 你到那麼高溫 你不用液態氦 液態氦很貴 液態氮 液態氮就可以 所以才叫高溫超導體 知道嗎 高溫超導體 可惜所謂的高溫 還真的不是很高溫 它還沒辦法到room temperature 那時候大家想push 高溫至少在哪裡可以用 西伯利亞 至少西伯利亞很冰凍的地方 你蓋一條鐵路 超導體做什麼東西呢 做磁幅 磁幅列車 它有磁場 所以你通電流下去 它有磁場知道嗎 因為你電流在繞會怎麼樣 會generate磁場知道嗎 generate磁場 那generate磁場你可以做磁幅列車 知道嗎 你車 你的火車可以用什麼 用磁場浮起來 那因為它通磁場 因為它沒有什麼 沒有電阻 所以沒有不會產生熱 有產生熱就有什麼 消耗能量知道嗎 你就會消耗能量 等於是你產生磁場 你會消耗能量 但是你用超導體來做的時候 你沒有熱你不會消耗能量 沒有能量消耗 一直通 所以你一直有磁場 這叫零能源的損耗 你知道熱力學第三定例 你要產生功 一定要有熱的損耗 就是它告訴我們 沒辦法做百分之百的功 知道我意思沒有 知道嗎 因為你一定會有一部分 會消耗到熱 這是熱力學的一個限制 但是有超導體之後 你可以push你的車子做功 但是你不好能 這是一個非常偉大 可惜溫度push不高 溫度沒辦法push很高 溫度沒辦法push很高 所以這個現在還沒辦法用 就是我這個超導體 為什麼沒辦法用 最主要是我沒辦法做成 我要用的形狀 這個都是混沫 做不出我要做的那個形狀 而且很堅實的 就是整個technology還在push 那你知道做磁幅類車 做磁幅類車 我後來聽Toyota 後來我們去訪問Toyota在北海道 北海道去訪問Toyota Toyota他們想build一個 100公尺的超導體的跑道 他們做一些小的試驗 小小的試驗 你知道用你沒有這個 你坐磁幅類車 一個很大的障礙是哪裡你知道嗎 沒辦法轉彎 因為轉彎要摩擦力 它沒有摩擦力 你沒辦法轉彎 所以你只能向前跑 你那個跑道只能直線的 因為你轉彎要摩擦力知道嗎 它沒辦法turn 就是很多技術是需要克服 HighTc Superconductor 就是我們剛看了你們讀一下 最主要是沒有這個R 沒有這個R 所以我通電流產生的磁場 我起碼沒有能量的損耗 所以我需要HighTc 為什麼要77度K以上 因為我是液態氮的溫度 我用液態氮就好了 我不用液態氦 我不用液態氦 那以前呢 以前的超導體是4度K 4度K 那或者你要液態氫 你才有辦法 液態氫或液態氦 那這高溫超導體出來 高溫是相對的 因為我用液態氮的溫度 我就可以研究了 那這個就是0耗能 基本上是0耗能 OK 然後呢 那這個是Generative磁場 你溫度 溫度 這個是我的 去消除 我看elimination superconducting state does not only occur by rest temperature 好 那你要消除這個 這個磁場 要消除這個超導體 消除這個超導體 你知道我們在前面這裡 不對 這個 這個超導啊 我們剛剛有看到 我這邊是超導體 我的電阻率是0 我要把它變成非超導 我的一個方式是什麼 我加溫了 OK 我的超導馬上被破壞掉 我馬上有電阻 這個因為我經過了熱震動 OK 我破壞掉超導 那破壞掉超導呢 我不需要 只有一個手段 我還可以加磁場 那這邊是超導 我只要把溫度加高超過臨界點 臨界溫度 我就不是非超導 所以我這個是我的超導的項圖 這個是超導的state 這是非超導的state 所以呢 我只要把溫度加高超過tc 我這個就不是超導 這邊是超導 我另外一個我可以加磁場 我大於某一個臨界磁場的話怎麼樣 我就不是超導的state 所以我有一個bundity 這是我的項圖 我們以前的項圖是什麼 壓力跟溫度對不對 水吧 水單項圖對不對 一個壓力一個是什麼 溫度嘛 這是超導的state的項圖 知道有意思嗎 這個是磁場 這個是溫度 大家記得水的項圖 三項圖 那我只要加高我的磁場 我的超導就破壞掉 一般的normal state 就是超導的state 那它的公式呢 這個curve的公式呢 可以給予這個東西 OK 給這個東西 就是 那3D的來看就變這樣 Hc 這個 然後還可以 我還可以加上一個什麼 電流 可以通電流 OK 可以通電流 不壞它 那有兩種超導 有兩種超state 我們剛剛看過 一種是非常sharp的下來 這是溫度啦 這個是Hc 我只要加過超過Hc以後 它就很sharp的上來 或者是我要加超過 我的Hc加呢 是慢慢有一個喘息心中 跟我們剛剛的溫度一樣 有一個喘息心中 這叫type 2的superconductor 這叫type 1的superconductor 剛剛我們是變溫度 現在是我是變磁場 變磁場 變磁場 那這個呢 跟我們前面的那個 是基本上是 是很類似的 但是我是溫度 這個我是溫度 一個我是溫度 所以我要破壞 或產生超導體呢 基本上我需要我兩個東西 一個是加磁場 一個是加… 一個加磁場 一個是加溫度 OK 那這是磁場跟溫度的項圖 那我們的金屬 我們的導電率 我們的導電呢 基本上是到這裡為止 我們休息一個十分鐘 我們再回來看半導體 好不好 下一張 下一張沒有給你們嗎 有 OK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來吧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